妈妈从来没有过过生日 2016年她生日的那天呢 我给她买了50块钱的衣服 还有60块钱的鞋 其实衣服是80块钱 我说花了50块钱 鞋呢花了15块钱 我就把妈妈说 然后买了个生日蛋糕 回去之后我妈还说 你花那么多钱干嘛 这一天我的工资一天就没了 你留着娶媳妇用 我说这你衣服得穿 你不能因为这些事不穿衣服 我有衣服 你看大家给我的衣服有好多 我没必要再花钱买衣服 你这是浪费 以后不能这样了 妈妈到现在还是特别的节俭 你说现在生活特别好了 我现在也成了一名专业的歌手了 我的梦想也完成了 我就不希望妈妈 再这样的累下去 这样的操劳下去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母亲 能够过着如此极致节俭的生活 把一切都给了自己的孩子 给了自己的家庭 我们接下来热情掌声 请她上场 阿姨你好 小心啊 慢一点 阿姨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您方便告诉我们 您身高多少吗 一米三 一米三 但是您对于家庭 对于孩子的那份爱 是非常高大 非常伟大的 对于是我儿子太早期了 还羞羞地走 爸爸这么累 我年一休不久 他都干西米卖不得 然后就别让我说了 去给钱 然后就干了我都饿不得他 所以还个酒西米特高 还没那么拉 钱卖不得 我快切了我儿子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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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特别喜欢唱歌 也是说妈妈的印象 妈妈和爸爸就喜欢唱 所以我出去在村里边 只要有秧歌 或者是唱歌的 我都会去参与 我的梦想也就是唱歌 当时呢 爸爸答应我 送我去玉校 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我就一直没去玉校 后来爸爸也去世了 我又去了当了油漆工 所以爸爸就一直觉得 亏欠我 但是我觉得没有 因为我有这样伟大的妈妈 才有现在的我 阿姨 我觉得特别幸福嘛 现在不用有太多自责了 对 贵鹏现在多好 今天穿得比我还帅 生活越来越 他的现在的衣服是 借的是他自己买 贵的年轻是别让他的朋友 给他买的 你多我现在的衣服 也被我帮忙 要绕着干了 等个出 但是我女儿在 大国是绕着干了的 对 二十几年了 等我妈妈出了几年 后半个把袖子裁了 这个衣服她舍不得穿 给我姨穿了 等我姨穿旧了 然后她才自己穿 她自己从来不舍得买肉吃 我回家给她买的肉 等我下次回家的时候 还在冰箱里边搁着 我说你为啥不吃呢 我不喜欢吃 其实她就留着给儿子吃 给闺女吃 你像去年 我给她买一些水果了 什么的 我买回去 她搁那儿 等我回去的时候 全都烂掉了 她就发火给我 又你给我买东西了 我都不吃都坏了 她说我吃这没用 你们回来 孩子们回来吃 阿姨觉得 这么多年 有没有委屈的地方 苦不苦 比较有解释 就我儿子早去 好让这道 我娶过媳妇 我媳妇 爸爸还是希望你能够有自己的家庭 他现在可休息了吗 早的结局 干了一个搞啥子的话 他小可好 一百的秘密不干嘛 这刚喊话了 那就不喊话 谢谢大家